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 探查滴滴顺风车和周明暗路线 时空里山路紧率三辆对象车辆50% 75% 1.0% VDF0768G 播放模式 HTML5 HD分辨率1920x1080 视频 狂高848x 480年量50% 视频协议 HTTP CDN23.5248.167.30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属错误码 版本号 3.4.37 2018年 8月23日 15.40分10秒 播放流水 5C75F 6E75 F537 188 FE 88 F7 3826 139 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探查滴滴顺风车和周明暗路线 时空里山路线 路紧预三辆对象车辆 时长约2分31秒 话重点 就20岁女孩坐滴滴 旋风车 被司机强奸杀害案 案发地为周围侵蚀警方8月26日 相遇害者家属通报了案情 公安说 司机先从她的微信账户 里赚走9000多块钱 然后实施强奸 并用匕首刺激警部置其大量出鞋 随后把她抛下道路护栏外的悬崖 参加通报会的赵某某一副告诉蓬佩新闻 www.thepaper.cn 她没有向记者透露姓名 嫌疑人嫌在工厂打工太累 辞职开滴滴 24日13时38分 赵某某在家门口坐上一辆四川车牌的滴滴顺风车 前往永家县上唐镇 与一位住在永家县的闺蜜会合后 他们第二天要到温州市区为另一个闺蜜过生日 她家位于越青红桥镇的主干道飞红南路上 依附告诉蓬台新闻 小赵的父亲是一家电子源建厂股东 母亲在家 还有一个在杭州念大学的弟弟 被害女子小赵位于飞红南路的家外景 蓬台新闻记者葛荣金图 2016年毕业后 她先在温州一家幼儿园教书 发了第一个月工资 给十多位长辈美元包了个一百元红包 去年 她去亲戚三行周开的服装公司学习行政管理 家里人七月底把她接回来 想让女儿在身边发展 这几天基本都在家 赵某某父亲的好友馆先生说 他们家有两辆车 她还没有驾照 父亲本来打算近期让她学开车的 犯罪嫌疑人中某个家人租住在红桥镇摇南村 年足节约四千元 邻居街上 周某父母在月清打工多年 老师姐姐 27岁的周某 今年才带着女友来月清 起初在工厂干活 没干三个月就嫌累辞职了 后来开启了滴滴 通常 从月清红桥到永家上堂 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 走近15高速公路四十多分钟 走104国道 需要75分左右 但周某走的是人气罕至的杨林 公路 开往目的地起满两个小时 行驶约半小时后 赵某某似乎发现了异样 其闺蜜趁 十四十九分收到赵某某的微信 趁司机开的山路没有一辆车 有点怕 五分钟后 另一名好友收到其微信救命 抢救 此后 赵某某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闺蜜 家属相继报警 犯罪嫌疑员 滴滴顺风车 死即中某被抓获后 承认强奸并杀死了赵某某 25日 警方和救援人员 发现了遇害者遗体 平时他不怎么说话 想不到会干出这种事 是吧 当天晚上 他父母连东西没班就走了 女友也走了 听说会四川老家了 周某的邻居告诉彭台新闻 周某与父母在虹桥镇租住的房屋 彭台新闻记者葛荣金图 救援人员通过一落的银二环 找到遇害者遗体 25日凌晨四时许 警方在越青柳市镇招获周某 随后在永家县市口村 查获车牌 称A31建立立的作案车辆 据周某交代 24日十四时五时分许 他将受害人带志弹西镇阳林县山路 使对受害人实施强奸 并用匕首刺激警部制道量出血 随后将受害 人跑在道路护栏外旋崖下 驾车逃离 经把医处不鉴定 遇害者的死亡原因 为了颈部动脉断裂 即性大出血 赵某某的一副高速澎湃新闻 在26日的通报会上 警方表示 周某实施抢劫的时间 应该在24日下午2点14分左右 违逼赵某某将微信账户 乃得90000 于原转到其账户 但因为山上没信号 就开行了一段距离 等有信号后转账 公安说 他被抢与被害之间 隔了半个多小时 司机是下午2点50左右将他杀害的 管先生告诉澎湃新闻 倒在西镇上江澳村附近时 司机停车 将他的手脚捆绑 用腰部封锁 左耀钱采 因为身边没多少现金 就用微信转账 转了勤以后将他强奸 杀害 看到山江澳村的地势比较平 又返回较陡较 较得石角龙村附近抛尸 我们25日7点多发现女孩时 她的手脚都被交代绑住 从手脚处皮肤看 遇害前有过挣扎 司机准备了交代核刀 应该是有预谋的 月清龙之野救人队队长刘小光 告诉澎湃新闻 犯罪嫌疑人 只记得抛尸的大概位置 我们寻找迟花了20多分钟 最后是看到护栏 并有个银制耳环 队员探声出去发现的 当时遗体被被两棵树卡住 参与搜救人员重返线 常讲述搜救经过 澎湃新闻记者葛荣金图 探查案发路线 是公里山路 仅遇三辆对象车辆 至近方向家属通报 赵某某被杀的位置 在旦夕镇上江澳村附近 陶石地点在石角龙村附近 澎湃新闻探查了案发 当天滴滴旋风车的行驶路线 从北洪南路出发行驶了12公里 道路较宽 车辆较多 穿过一个寒洞后进入阳陵公路 道路变窄 车辆变少 进入山区 当天 涉案顺风车 沿着阳陵公路经过石角龙村 上江澳村 澎湃新闻记者 由阳陵公路上山 从山角耗时15分钟 行驶6公里后到达石角龙 附近的遗体发现地点 这里是一处陡峭的山崖 位于山顶 烟雾笼罩 由石角龙继续前行 到达上江澳村 从阳陵公路进山 到上江澳村 约10公里 车辆行驶22分钟 只见到三辆轿车对象通过 除了住在山里的村民和旅游 基本上没有人走这条路 刘晓光告诉澎湃新闻 成功上松的科学 语音学 中文字幕提供 创造数正一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